好,各位,我們今天來講這個版型,也是表格的版型 那這個基本上很簡單,我們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大的表格,對不對 我們的做法是這樣,其實這邊在插入一個表格 我們這次教你的就是什麼,插入表格 這邊在插入一個表格,把兩個表格基本結構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為什麼要在一個表格裡面插入兩個表格 因為,你有沒有看到,我們這邊是把它合併表格 這邊要合併表格,把它表格合併,對不對 我們講過的表格合併呢,通常一個表格做一次就好 那顯然,在這個表格裡面有兩個表格合併 一個表格裡面有兩個表格合併,很容易出問題 所以我們乾脆一個表格裡面插入兩個表格 在兩個表格裡面,各自的表格裡面做那個什麼 表格合併,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的構想 是這樣子,基本構想是這樣子 好,那很簡單 我們呢,老樣子,就是這樣子 老樣子拉一下,對不對 老樣子拉一下,對不對 然後按一下原始碼 640 Margin Auto,對不對 640,然後呢 Margin Auto 這樣,我們小世界網路組的標準做法就是這樣子 你就是跟著我做,然後 然後,按那個設計就回來了,對不對 你看這邊是640G中,Enter都按幾下 Enter都按幾下 然後呢,格式 Gain Man標題與屬性 選擇自圓邊麻,就會這樣子 UTF-8,把這幾個動作做完這樣就可以了,對不對 那首先我們來看,這裡一個大表格嘛,對不對 大表格裡面就要插入兩個表格 我們基本上是這樣子 我們就是學的,就是表格裡面插入表格 表格裡面插入表格 好啦,那我們就做一個表格,等等等,這麼大,有沒有 那基本上就會是這樣子 然後呢,老樣子拉 我們先把表格做一個合理的設定 儲存格屬定,對不對 表格 先把寬度設為0,先把寬度設為0 先把寬度設為0 儲存格的間距我們改大一點 改大一點,改大一點,就會是這樣子 套用確定,有沒有看到 就是儲存格,儲存格跟儲存格之間的距離 這邊稍微大一點,好啦 那我們表格裡面記得再插入表格,對不對 記得再插入表格 那你觀察,這個表格是一個什麼樣 這個表格其實是一個這樣子的表格,對不對 其實是兩類兩欄,對不對 那其實是兩類兩欄 只是這兩格怎麼樣,把它合併起來 是這樣子,是這樣子嘛 所以呢,兩類兩欄,對不對 這裡呢,插入 插入 對齁,表格 哇,它一下子不讓你 你在表格裡面要插入表格,你按這個是沒有用的 他就以為你要做什麼東西嘛 這個時候就按表格,有沒有看到 插入表格 兩類兩欄式,插進去 忘了忘了,老樣子 我們還有一個動作沒有做 要先把寬度固定,有沒有 你看,沒有做這個東西就會亂掉 所以你看我們不是說 如果有兩格固定一格 另外一格讓電腦去計算嗎 反正,兩格固定一格 三格固定兩格就是這樣 這一格要固定,對不對 你看儲存格屬性 多少 306寬度 306,對不對 寬度 306,OK 套用 確定 你看,這樣就固定了 那,再做那個動作就不會出問題了 就不會,像剛才這樣被撐開了 被撐開了 所以呢,表格 插入表格 這一次一樣 咦,有沒有 嘿嘿,就沒有動了 有沒有 你看,這樣子就 這樣子就OK了 這樣子就OK了 好,然後呢 首先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我們等一下這個再處理 你看 它這個是這樣子 它這個是這樣子 它插入 它插入兩藍兩類之後呢 對不對 它本來是兩藍兩類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呢 這個 這個跟它什麼 取消合併,對不對 跟它取消合併嘛 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把這兩個取消合併 就這樣子 按住滑鼠左鍵 圈選起來 按右鍵,有沒有 按右鍵 你到下方會看到一個叫什麼 加入選中的儲存格 你現在畫面看不到了 最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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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選中的儲存格 有沒有 這個就合併掉了 對不對 是不是合併掉了 好,然後插入 這裡有一張圖啊 有圖的地方 我們都要先插入進去 這樣才能夠把表格的骨幹 怎麼樣 把它 先把它定起來 先把它定起來 表格的骨幹才能夠被定起來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來 我們來找一下 隨便找一張 隨便找一張照片 然後 複製圖片網址 好 然後把這個貼上去 按一下 294 對不對 294圖片 然後 貼上 OK 尺寸 294 294 294 確定 有沒有 就進去了 是不是這樣子 就進去了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 看這個範例 這裡還有一張照片 對不對 這裡有一張小小的照片 不過我習慣先把大的照片把它處理好了 像這個大的照片先把它處理好 看你怎麼處理也沒關係 我們先插入這樣一張小照片好了 好不好 先插入一張小照片 來 第二張照片 複製 複製 複製圖像位置 好 這裡還要插入一張照片 多少 143 對不對 這邊 複製 尺寸 143 OK 143 確定 沒有 照片就進來了 你看 剛才又忘記做一個動作 忘記把什麼 把表格固定 有沒有 把兩格要固定一格 我們講過了 我自己也常常忘記 儲存格屬性 儲存格 這裡 寬度到 143 143 要先固定寬度 我們講過的要先固定寬度 套用 確定 兩格固定一格 一格 反正就會留一格 留一格讓電腦計算 143 有了對不對 一樣圖片 插入 確定 不要急用時代文字 確定大小 尺寸143 OK 確定 有沒有 就這樣 那這裡就可以打打字 就像他樣子 打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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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會是這樣 好 那再過欄也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不行 等一下 要按這邊 表格 插入表格 表格 插入表格 一樣 4乘4 有沒有 4乘4 先進來 這個地方就有點麻煩 就是 那個麻煩就在於 這個表格的大小已經是固定了 對不對 已經是固定了 然後我現在這個 這個放上去好像還沒有固定 沒關係啦 你先不用管 反正我主要是先把這兩個 那個 加入選中的儲存格 先把它變成這樣 至少形式一樣 然後呢 把寬度有沒有 儲存格屬性 寬度143 兩格 裡面有一格 先把它處理掉 寬度143 143 OK 套用 確定就會是這樣子 好 先把照片插進去吧 你也不用管 反正就是這樣子 複製圖片王子 143 尺寸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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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確定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我們 我們 為了快一點 我們先訴求 訴求 這多少 142 上面有寫 142就是這樣子 142 OK 好 那現在就是想辦法把 把這一格往下拉 如果那是我們要的東西的話 有沒有 還好它這邊有寬度 等一下拉到跟它差不多 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 基本上就會是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就會是這樣子 那你如果看起來 它不像是這樣子的話 就把這一格的高度 把這一格的高度 把這一格的高度 把這一格的高度再確定 有沒有 把這一格的高度再確定 這一格的高度應該是多少 照片的高度 我們看照片的高度 尺寸 107嘛 對不對 把它的高度 表格的高度 表格的高度 儲存格的高度 表格高度 147 對 147 好 套用 確定 不是147 看一下 107 107 取消 107 高度 107 你不要嫌麻煩 套用 確定 沒有 那這樣就好了 你把字打一打 這邊再打一打 我只看你要怎麼弄 這樣子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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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這樣子的感覺就出來了 重點就是表格裡面在插入表格 表格裡面在插入表格 那基本上是我們想要去處理的狀況 它會是這樣子的東西 好 我們喜歡的影片 謝謝各位